据说每个苏州人都值得发现 这一个顶我们外面那种野汤 顶两三个点 我找了二十年去尝那种 这家店就是这一个顶 网红店 您这是来玩还是怎么着 好多人 好多人 对 严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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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看您的脖子 没事 感谢 感谢 车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白 我现在在苏州了 好多朋友给我们推荐 这一定要尝尝哑巴生间 于是今天我就来了 过马路先排队吧 我的天 现在还那么热 怎么这么些人啊 哎呀我忘了 昨天晚上 来四十块钱再来吧 甜的 这边吃吗 在这吃 这碗鸡菜馄饨 我吃多少钱 我吃啊 我吃点 你好 你好 您的粉丝吧 哎呦 是吧 我都美新观众您的 是我毕业比心 然后我在北京 我都不能看您的视频 去搭看我做美新的 你们的粉丝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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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过来旅游的 没有 开始了 还有没有 特别高兴 在苏州果然是一个旅游胜利 一个小小的馆子 又有三拨粉丝 过去半小时的经历 基本都是一个跟打仗似的差不多 来哑巴生煎的 知道人多 但没想到人这么多 问题他还不错 正好饭点 我也有点饿了 先试试船中的哑巴生煎吧 先吃一个再扯 它大概长这个多香 大家千万别注意看 康鸡一口容易烫着 老白的经验 要先养个小口 一般身材里面会有汁 会有汤 你看 滴出来了 滴出来了 想喝的可以先喝一口 原来比较鲜甜那种 鲜甜 嗯 还挺鲜的 好吃 蘸点醋就可以开始剁鱼了 馅儿还行 不算小 馅儿皮比较薄 底下是嘎啥脆脆的 北方一般叫生煎包 然后南方啊 人家上海一带啊 人家叫生煎馒头 这个馅儿吃起来呢 就是以咸为煮 但是呢 几乎是对等的甜 但是也有点点油啊 汤比较香甜 清甜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可以 不像传说中的那个 那么那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之前 有个当地朋友请调 多兴趣大家的意见嘛 有一堆苏州当地的朋友就说 来嘛 可以 她家透过 还有一些呢 说老板你就不要去了 这家店就是骗游客的 网红店 就很矛盾 你知道吧 两个意见都有 后来我一想咱不探店节目嘛 探的不就是个未知嘛 我就算说她是真的来的 我们来试一试 据说每个苏州人都知道她家 就是在船上最早 真的是一个哑巴老爹开这个店 用料比较踏实 个儿也大 给的也多 味还好 后来有晚辈接手了 还是别人接手了 咱不清楚 我觉得挺好吃 我觉得值得稍微尝一尝 不比我吃过任何一个生煎包差 这个边上有一些这个老年炕粒 我说这个 您吃了多少年了 他说吃了好几好几年了 我说还是原来的味道嘛 老先生说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咱个比以前小的 但生煎可不算小的 咱们比以前还小了 实际过去很多正好 我早来20年去尝那种 不作汁你看什么后果 看你要不放汁的话 就是这种难以控制的场面 我再尝尝看另外一个大招牌 季菜大馄饨 这跟我们在北方吃的馄饨不一样 这么多个 一碗里边是10到12个馄饨 它里可能是10个 七分肉 三分菜 季菜馅儿 做馅儿特别很香啊 我比较小吃鸡在这 包里个儿真不香 这一个顶我们外面那种野汤 顶两三个的 味不错 很正 尝口汤 汤里边有葱花和炸碎里的鸡蛋 炸碎里的鸡蛋 尝口这个汤 这个汤不是鸡汤 是水煮的里边有海带的味道 就是海味 海带啊 紫菜啊一类的味道 过去吃馄饨比较讲究的是 真是拿鸡汤 鸡汤都是馄饨 过去呢 吃馄饨比较麻烦 什么冬菜啊 虾米皮 紫菜 卤虾油什么辣椒包子一堆 然后拿这个鸡汤 还一货 人家是北方的 吃点什么酱油啊 酱醋啊 蒸汤啊 瓦的一起 把那碗汤调得了 捞的时候 先捞混沌 捞起来 搁在里边 快一勺汤一冲 这样呢 上面呢 就是盖的汤 汤里边的黑粉 出入一货了 起来的小锅啊 出来了 就没拿鸡汤混沌 北方是这个呀 而锅里走街串向比较多 这顿哑巴生煎吃完了啊 一钟头了啊 这队还排这么恐怖呢 这个生煎本身我个人比较推荐和喜欢 馄饨呢 小伙伴说吃了有点淡 这个地方我比较推荐 如果您来苏州玩 把揉是吧 稍微过来尝一下 也不失为一个小收获吧 那好 这季就是这样 接下来锅玩更好玩的